暴雨轟炸全台 整个周休二日 真的是下雨下惨了 不要掉以轻心 到明天警报才会解除 我们知道大雨会来 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 怎么会淹这么惨 用新台币抗淹水 明年增加159亿的治水预算 一口气增加了四成的预算 淹水就增加预算 我们就问钱是花到哪里去了 水利专家前任政部长李鸿源说 台湾的治水预算 居然比荷兰多了一倍 要知道荷兰是跟大海争地 那我们的治水预算呢 钱有没有花在刀口上 好 今天要跟大家报信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住台北 如果你住高雄 真的讲落大雨 有没有 台湾落大雨 台湾相投落 来 观众朋友你看一下 为什么会讲台湾下大雨 而且是双头落呢 来 导播看一下这个图 北台湾有没有 红色的 紫色的 紫色的比红色更多啦 哪里有紫色 北台湾紫色 这哪里 北北基 特别基隆 特别细致 还有淡水的出海口 这哪里 这是高雄 所以两个下最多雨的地方 在哪里 就在北北基跟高雄 所以到处都是大雨 但有人讲说 怎么这样 如果每天都红台会扫掉的时候 就带来雨量啊 就因为没有台风啊 是 但是有热带性低气啊 热带性低气还没有形成青台 可是它就笼罩在台湾的上空 所以造成台北还有高雄下了大雨 大家想说 恐怖 怎么那么大的雨一直下下来 对不对 好 观众朋友刚讲的 北部跟南部 高雄 高雄的义大饭店 有人讲我们去吃流水席啊 五星级饭店还是流水席吗 真流水 从头到尾都在流水 有没有 俊阳哥 外头好太大了 这个变水联洞 吃这个 我来吃buffet花了也要 一千块进千块吧 外头啊 因为雨太大了 所以高雄义大饭店的buffet 边吃边下雨 你带来的撑伞 那没办法 雨太大了 刚刚讲高雄雨大嘛 所以你到五星级的酒店去的话 一样水全部都滴下来 吃饭的气氛都没因为下大雨 因为热带性低气啊 刚刚还讲北北基对不对 在基隆跟台北还有新北中间 矽尺有一个 就是一个这个标卷局的这个厅舍 它雨大到怎么样 因为毕竟它已经年久失修 俊阳哥你看 有没有 整个标倒 整个墙壁被水给冲倒了 它不是只有你看到的水而已 它连下面的那个土壤下面的水 它都已经整个都是水状之下 它的墙已经不稳就倒下来 还好旁边是机车被冲倒 人并没有怎么样受损 再来看基隆 基隆整个这个市场区的旁边 因为它突然下太大了 观众朋友我给大家一个数字 我想说一个小时如果超过78公里的话 连台北市全台湾排水量最好的地方都会淹水 那整天的话如果超过100其实就有很多了 那你知道吗俊阳哥过去这两天 我刚刚讲的北台湾跟南台湾 北北基跟高雄 两天四把小时加起来都超过400公里 对所以差不多一天都200公里 不淹都难了 所以一天200公里就是淹水了 所以这个雨量太大了 刚刚讲了有没有看细子看基隆 再来看就是淡水 淡水其实说在昨天整个晚上搭塞车 路边的那个人孔盖直接都喷上来 因为旁边就是淡水河 外面就是海了 可是你说在这个就是逐围那个地方 大家能理解 变成淡水河 等一下淡水轻轨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跟辉大道一样 完全都是水 这个车子都要将涉水过 大家讲说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那轻轨下面不是有排水系统吗 你当时做轻轨的时候 为什么会没有把排水系统做好 以往没有到两天400公里的状态 没有前程出来 之前凯米台风或哪里 在南部你还不知道 但这也是台北下雨下的大的 所以包含了台北新北的水门 昨天都讲 8点以后指出不进 就是很怕如果雨再大的话 还好后来入夜之后 这个水整个都收回来 你看 旁边你看 这个副驾驶座 那个水汽基本上都已经到门边了 那你只能够往前开了 这个画面很有感觉 你看灯会大到 那个是爬车是爬坡要上去的 你有看到上面那个就是轻轨 刚刚导播拍那个 上面就是轻轨 下面是 它是一个高的地方 因为基本上 它在海平面以上其实非常高的地方 可是直接涉水而过 接着的时候只有两种状况 你只能开在快车道 因为快车道比较高 第二个你只能踩油门 你不能放 一放的话 马上你的排气管吸回水之后 裂在掐坑就会了 所以这个是在淡水的状况 好 那我刚刚讲了 因为没办法 高雄台北 西隆新北 雨就这么大 但那倒回来看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因为现在极端型的气候 造成雨量非常大 那我们的政府 现在赖清德总统讲说 没关系 我们要编预算 好 现在回到我们政治层面 那你编预算 你要编什么呢 明年的治水预算还要再加 其实已经加很多了 已经增加到要多159亿 变成一年551亿的治水预算了 比去年还要增加40% 那你就讲说 喂 你看水就那么多了 那不用编吗 我觉得要编 但是群强哥 编治水预算 编了以后要有效果 对 如果编完以后 第一个执行率不够 或者是执行效果不好 就表示你编错地方了 那就很麻烦 李宏远不想怎么讲 等一下我再告诉你 我先跟大家讲 什么叫执行效果不好 来 之前不是有前瞻预算吗 前瞻预算之前也编了好多钱 但是你要知道 编了几余的预算 以后你回头再看 它的第一期 根本执行只有5000多万 好几亿执行5000多万 为什么 因为它执行率不到三成 所以我编了这么多钱 我没有执行 那你怎么可以做好 对不对 这是起一起二 那有没有执行率下去 OK 但是做完就发现说 好像不太对了 钱没有花对地方 我就觉得这个其实 基本上这不是我的专业 但我要跟大家提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所谓的 淹水感应器 为什么淹水感应器 我们有地震测报 对不对 所以地震要来了 我们知道 大家要注意了 淹水感应器 好导播 现在给大家看这个画面 淹水感应器 全台湾其实设了1000多个 快2000个 那本来1000多 现在已经往2000个方向走了 那你知道吗 具象哥 我设了这么多的淹水感应器 从过往到现在 有69.69% 就将近70% 对不对 这地方根本没有淹过水 那你就是设错地方 对 我再讲一次 有69.69%的淹水感应器 2000个 对 它根本没有淹过水 对 所以那70%加起来 就1400个淹水感应器 设在那边 没有淹过水 那你放在那边干嘛 就有被无患 可是真正会藏淹水的地方 你有地方没设 所以一个是 预算的执行 没有到位 根本没有执行 另外一个是 你这预算是不是编得怪怪的 这个大家 那你把钱拿去 把水通疏通 或者是把清淹清完以后 下灾下雨 比较淹水不是比较好吗 所以大家就回过头来看就是 我们台湾其实 治水预算 并没有编得比较少 编得蛮多的 而且比荷兰更多 荷兰是跟海争地 对不对 它直接都 都新的地出来 那李红源部长他讲 我们的治水预算 其实是荷兰增成一倍了 可是荷兰是输域 我们台湾的问题多 而且台湾的地形 是山高水级 下在海又 同时一下子会下来 可是很快 它就爬到海里面去了 所以让水能够离开的快 这一点才是重点 所以这一次的下雨 刚好下来 两个大都会区 台北跟高雄 可以正好检视 我们过去的治水预算 到底有没有钱 花在刀口上 好 所以我们看到了 在热带低压的笼罩之下 整个台北盆地 紫红色一片 号称为防洪至洪而生的 大屋公园 你看到水淹没了草坪 马路变成了一片黄橙橙的泥水 还有另外一个重灾区 在哪里 在大龙洞社区 大龙洞的社宅 楼梯变成淋浴间 住户枯树 外面雨下这么大 我们家变成了瀑布 怎么又是我们 难道这就是柯文哲 口中的海绵城市吗 台北市到底会不会淹水 俊翔哥 我坦白讲 台北市民最知道 你像我本人 每天在外面通勤时间 只好超过两个小时 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常常一下大雨那个路 冬淹西淹甚至高架桥 变成小水蛙 高架桥 对 你过去的时候你知道吗 水全部都泼到了 对向车道去 变成是瀑布 像洗车一样 所以为什么这种状况 在台北市层出不穷 会淹就是会淹 不会就是不会淹 不会说因为今天我讲了 它就变淹水 我没讲它就不会淹水 台北市民对台北市的防洪 或者说对暴雨的阴影能力 心理我们讲 点滴在心头 所以当你今天看到说来 第一个这个叫内湖大湖公园 大湖公园来 他说没有啦 他们一定会讲说 本来就是血洪池啊 但是不是喔 你仔细看这个情况 是整个水都已经淹到草皮 把草皮给淹满 整个公园变得像一个大澡堂 大池塘一样 请问这个景象正常吗 再来第二件事情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有公园也有道路 那这些道路原本 其实柯文哲那时候 在任内的时候 信誓旦旦跟我们讲 建议说 我跟你们讲 海绵城市 然后把台北市大造成海绵城市 什么意思 行人道理论上 应该是可以吸水的 但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景象那个状况 像是有吸水的样子吗 不要讲外面的 我们讲室内就好了 大龙洞色宰 这是谁盖的 柯文哲任内 我们讲的少数 如同珍珠一样 稀有的色宰 因为他说 讲老半天 根本没盖几户嘛 不好意思喔 也会漏水 怎么个漏水法 他是在九楼十楼左右的位置 各位就你现在看到的 这些水就像瀑布一样啊 从上面直接漏下来 而且一路呢 流流流流流 流到了哪里 一楼的大厅 那我就问你 室外的淹水也搞不好 室内的房子也不防水 所以你柯文哲当时跟我们 喊下海口说 要打造海绵城市 他会讲炸 一来一去一来一去 跟现在柯文哲的这个帐幕一样 都一来一去的 治水 请问一下最后到底治成什么了 因为现在台北市民看到的 反而不是海绵 而是像砖头一样的水 根本吸不住 本来打出什么 雨水铺满 有没有 雨下下来 水影下来 它可以吸 吸到下面把它存起来 没有 两年砸下了150亿打造的海绵城市 一场雨 就破功了 各位海绵城市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我这边简单讲下的概念 就是你的都市 你的地板要像个海绵一样 因为海绵是什么 吸水 所以各位这不是排水工程 台北市本来就有自己的排水工程 排水工程就是说 食雨量到一定程度 比如说78mm的时候 我可以干嘛 我可以去处理掉这个 可以顺势把它排掉 但海绵是 我有一个吸收土纳的能耐 等于说我在排水 如果不急的时候 我可以先把它吸收因应 当时柯文哲还拍了一个影片 很骄傲 气的骄傲车 很年轻的柯文哲 海绵城市 我跟你讲你看 这个会让雨水渗进土壤里面 都在左边那个图看起来很好看 右边 然后跟你讲我铺 那今天跟我访问一件事 请问一下海绵城市铺到现在 到底铺了多少 80% 没有 我讲柯文哲任内 知道的大概5% 那之后他到底铺了多少 完全没有数字 只有5% 就100亿砸了 钱花了 那跟你讲我弄了 那最后普及率多少 不知道 搞不好现在台北市 我讲柯文哲2022卸任 那个时候有没有10% 我们都觉得很诡异 因为他做了8年 各位 8年你一年做1%就好了 做1.5%就好了 都可以超过10% 所以柯文哲任的时候 钱是花了没有错 但到底在干嘛 因为现在很显而易见的 所谓的海绵城市你知道吗 根本没办法蓄水 只会不断的在排水 但排水本来就有了 所以各位你看 仔细看 像这种人行道 就是我们讲海绵城市一个重点 重点是什么 磁缓跟磁缓中间 它应该有一个洞 会像这种乳酪起司一样 它会一个洞一个洞 透气会呼吸 对啊水就会顺势这样流下去 但我就讲这种东西 如果你只做到5% 10% 那根本就是杯水车心啊 你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去应应啊 更遑论你看 像这种我们讲的公园一处 公园一角 结果发现有 有铺铺面 结果这种铺面干嘛你知道吗 对的确有一个洞 但是只能排水啊 它根本没有做妥善的蓄水设备 让它去蓄 更遑论 他们连停车场里面都做 而且做了多少 做了2000万哦 砸了2000万放在9个停车场里面 结果发现这些只会排水不会吸水 不是 那你就不是海绵啊 你就直接做一个排水道就好了 你干嘛弄这些 人行道我们讲了 到它有统计的数据里面 只有45% 铺这个 而且各位 一样不是海绵 只排水不吸水 所以大家不禁想问一件事情 你柯文哲花了上百亿 数百亿 在做这些制水工程 但最后还是淹水 你号称的政绩到底在哪里 帮大家恢复一下记忆 当时他上了镜头上了明天怎么说 他总是在打脸政府 花钱搞排场 花钱都做出那种防水防洪效果差的 永远选那个最烂的选项 回力标不是打回自己的吗 所以我后来发现 柯文哲的正直是什么 他根本不应该当我们市长 除了当医生之外 他应该当什么 评论员 因为他只会骂人 骂人一张嘴 对不对 那骂完之后 自己做的 做事情没办法 你看2017年的时候 柯文哲曾经讲说 哎呀这国家很奇怪 花钱做那种效果差的 结果呢 他自己花了上千亿 做什么防水设备 效果是什么 没效果 来 第一个六亿 我们一个是输给各位听 永春波 失地公园 结果这个失地公园的说 当时柯文哲还去剪财 还去现场说 历史意义 盛态 质洪池功能 那请问一下台北市 有没有淹水 有吧 还是淹吧 然后跟你讲说 3.8亿温山区有两大质洪池 结果 君翔哥 我们台北市哪一区最爱淹水 就温山区啊 就温山区最爱淹水 到现在还是淹 不然去问一下 温山区的市民 来 这次你看 花了多少钱 8200万都一来一去 说占地1.83公顷 那时候我方红 我秀气 精锐治水围区 所以你搞懂了 柯文哲干嘛 盖了一大堆 号称治水的公园 但事实上 这些治水公园 如同我们刚刚上一张 所看到的这个景象 就变成这样子 大湖公园 全部都是泥水 然后呢 请问一下有用吗 没有用 因为台北市 事实上实际的状况 还是在淹水 原之如果增加四成的年度预算 可以更有效去应对 越来越极端的天气 我们支持 该编要编 可是你回头来看 像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柯市府任内 走到哪吹嘘到哪的 海绵城市 一场大雨就烤岛了 那就代表说 他钱没有花对地方 而且他的执行力不足 就这两个原因 所以我觉得 这些方法都是很懂 那问题就是说 你有没有落实吗 像清淤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 这个就是最容易 但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为什么 因为通常人家讲说 下水道叫做 城市的良心 因为你做这个事情 大家看不见 所以有一些 政府单位就会偷懒 反正看不见我就不做 可是问题是 只要一下雨 这全部都是原形毕露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支持 当然 现在因为是极端气候 雨下下来 当然要治水 可是你钱 也没有花在导口上 第二就是说 你不可以把 编预算当作是政机 我现在看到 政府机关都是这样讲 我们要治水 对 那怎么证明呢 因为我们编了多少钱 所以代表我有在治水 不是这样啊 你如果用错方法 如果没有资讯力 你还浪费钱啊 所以我觉得方法是 资讯力非常重要的 武器爆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武器爆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 武器爆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